20大后针对习近平提出未来对台政策 国台办一连用了10个坚持 划出明确红线 坚持和平统一 但仍坚持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坚持粉碎台独分裂图谋 坚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坚持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对于国防部长邱国阵 日前称稍有不慎事态会很严重 前总统马英九也担心 未来五年大陆会武力攻台 各国媒体也预测统一时间表 国台办把两岸动荡根源指向民进党 根源是民进党当局 勾立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大家知道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 不是针对台湾 也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两岸未来到底何去何从 国台办直言关键在于民进党的意念之间 未来何去何从 我想端在民进党当局意念之间 我们一贯秉持的 两岸一家亲理念不会变 二十大上反台独列入党章 大陆对台政策和态度似乎转趋强硬 但国台办仍强调文化和经贸交流 并再次强调两岸一家亲 期盼两岸和平才是人民福祉 记者历清陈正茂北京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